库克执行苹果股东下调2019年第一财季营收预期 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在周三至投资人的信中 调低了2019年第一财季业绩预期 宣布将在1月29日公布当机财报 库克在这封信中称诸多因素造成公司营收不及预期 包括中国市场业绩下滑 iPhone销售低于预期等 传近日头条意向收购锤子科技三方同时下单 有消息传近日头条将收购锤子科技 意向收购锤子科技的共有三方 其中还有360和罗永浩旧友刘江峰 近日头条回应了收购传闻 称有计划收购锤子科技部分专利使用权 用于探索教育领域相关硬件 索尼Xperia XZ4跑分曝光 推特上曝光了一款型号为i8134的索尼新机 其安兔兔成绩接近40万分 意味着该机型很有可能搭载高通骁龙855 根据索尼手机以往命名规则 i8134应该是索尼移动 今年推出的高端旗舰Xperia XZ4 按此行规律 索尼Xperia XZ4有望在MWC2019亮相 明镜大izada划 按索尼Xperia XZ4